人的幸福 人的滋味 这个要读成台笔的 滋味是相似的 你有时候读东西呢 你要说服别人 其实我们在朗读 我说是说话 你不都是一个在说服别人的过程吗 你要想叫你的话 叫别人听进去 对吧 你也是想 我要把这个世人的观点 代达给你 表达给你 感动你 或叫你喜悦 或叫你悲哀 我就要深入你的人心 这写得多么好啊 如果一个人能将命照顾好 还能去完善和丰富灵魂 哇哦 我们把命要照顾好 完了以后呢 再去完善和丰富我们的灵魂 那么 他的人生就是完整无悔的了 在之前要把它都练书 所以呢 我们像上次金方朗课讲 老师也讲了 说这个基本功 他不是说我这样一堂课 讲下来 大家一夜之间就能练出来 它是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 所以在这朗诵的三要素里面 情生气情利异 然后呢才是气和生 我们这三个要素中 情要取其高 生要取其中 气要取其身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建议 就是说你 当然如果是你喜欢的文章 你感兴趣的内容不用 但如果碰到你不喜欢的 你要去想一想高兴的事 想一想让你兴奋的事 然后让你人兴 人已兴奋起来 你一下子播的那个感情就出来 所有的文章出来之后 大家都会想 这个文章到底好在哪 每个人对这个文章 都会有第一页的感受 这个文章跟我很有感觉 就是类似于你听这个音乐是一样的 音乐对你的触动 音乐对你的感受 这个文章是老舍先生写的 叫宗越大师 老舍先生之所以成为老舍先生 他的生命中的这个贵人 就是这个宗越大师 也就是说 他资助了老舍先生 受了教育 有一天 刘大叔偶然的来了 我说偶然的 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 他是一个极富的人 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 可是他的财富 是他终日不得闲 几乎没有功夫来看穷朋友 一进门 他看见了我 孩子几岁了 上学没有 他问我的母亲 他的声音那么红亮 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 他的眼是那么亮 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 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 我们的小屋 破桌凳 土炕 几乎禁不住 他的声音的震动